12月20日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的 外国人眼中的哈尔滨摄影大赛作品展在哈尔滨开展 展出的84幅作品都是由在哈尔滨生活的外国人拍摄 以老外的视角记录哈尔滨发展 用老外的镜头讲述哈尔滨故事 是本次摄影大赛的特色所在 据记者了解 本次摄影大赛历时半年多 先后有22个国家的百余名在哈外籍摄影爱好者报名参赛 共征集到各类参赛作品480余幅 其中140部作品入围 最终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罗曼诺娃的作品《灵魂之境》 和来自孟加拉国留学生周亨利的作品《拼会520》 分货特别奖和一等奖 我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去上课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有什么问题在我的眼睛上 然后我想看一下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把手机拿着 然后看看 看了是很漂亮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想拍个照 然后我只用我的自己的手机拍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个照片 特别喜欢海滨的城市 也特别喜欢吃东北菜 我觉得海滨的人特别热情 因为我来自孟加拉国 因为我们那边都没有冬天不会那么凉 然后第一年来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比较 天气不太习惯的 然后慢慢就四年过来以后 现在都习惯了 然后这个城市现在像我的第二个家乡了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知道 今天是中国的七十周年 那活动的第一 前一天我知道了 这个会这样的活动了 然后打交到无人机过来了 然后发生了500多个家庭 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孩子 然后他们都画画了那个 然后都放在一起 然后他们弄了这个东西 然后用无人机拍的 我觉得这张照片 差不多海滨的 有名的地方都有画出来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参加展出的照片 既有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街景 特色建筑类作品 也有饱含生活气息的社会广角 市井百态类作品 通过外国人的视角 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了 哈尔滨的经济社会 人文风貌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